我们来看这一题,如果0小于等于s,小于2π,当根号3sin s-cos s,产生最大值时,此时s的值为何? 有点意思,要来计算这个函数,那么产生最大值的时候,这个时候s是多少? 所以我们要利用叠合的方法,首先我们来计算它的长度 那么它的长度就是把根号3平方,再加上係数是-1 我们把平方,那么整个再开根号,所以就会等于根号 那么根号3的平方得到3,再加上-1的平方得到1,所以是根号4 那么根号4计算结果就等于2 那么因此所求的这个函数也就是根号3sin s,那么减掉cos s 我们就利用叠合的方法,那么叠合的方法的意思就是 就是把刚刚我们计算出来的长度2把它提出来 那么因此根号3提出2之后,这里得到的是2分之根号3 再乘上来3s,那么减掉这里是2分之1,那么再乘上来cos s 所以我们利用叠合的方法来化减,那么叠合的时候 这是3s,我们希望这个2分之根号3,那么它变成是一个cos sin值,那么cos s这个2分之1,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sin值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来旁边计算,那么那个三角函数值是多少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,我们把cos s 另乘呢,另乘呢,是2分之1跟3,我们把sin和θ另乘是2分之1的话 那么因此呢,这两个值都是正的,那么都是正的,那就代表它在第一向线 所以呢,我们就求得θ的值,那么就等于呢,是30度 那么30度呢,我们把它写成进度量,那么就是6分之π 意思也就是说呢,这个值,那么就是cos 6分之π 那么这个值呢,就是sin 6分之π 那么因此呢,整个式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两倍的 我们再把它抄写一次,来给同学看 意思也就是说呢,我们这里就是cos 6分之π 再乘上s,那么减掉这里呢,是sin 6分之π 那么再乘上呢,cos s 所以呢,根据合差角公式,我们就得到了两倍的 sin cos减掉cos sin,所以呢,我们就得到是sin s减掉6分之π 所以呢,叠合成sin函数之后,我们就来求它的最大值 那么它的最大值,最小值的关键,那么就在呢,sin s减掉6分之π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说,当sin s,那么减掉6分之π 那么这个值等于1的时候,那么这个时候呢,它的值是最大 也就是说sin的值呢,就在1跟-1的时候,1是最大值 那么最大值是多少,当sin多少的时候是1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 那么当sin是2分之π,也就是90度的时候是1 意思也就是说呢,我们就得到s,那么减掉6分之π的时候 那么这个值呢,是等于2分之π 那么因为它是广义三角函数,所以呢,我们再加上它的同介角 它的同介角,那么就是加上2nπ 那么这个时候的n,那么就是属于整数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得到呢,s值 也就是把6分之π移到右边来 所以6分之π加上2分之π 那么计算结果呢,我们就得到是3分之2π 那么再加上呢,2nπ 那么接着题目告诉我们呢,这个s限定在0跟2π之间 所以呢,我们就说,因为那么限定呢,是s 那么大于等于0,那么小于2π 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,因此呢,我们就取我们的s值 那么就取呢,3分之2π 那么也就算了120度的意思 所以呢,题目要来求当它有最大值的时候 当这个最大值的时候是1,那么1乘上2 所以呢,它的最大值,也就是呢,小于等于2的时候 我们来求s值 计算结果s值,我们求的 那么等于呢,3分之2π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嗯? 要得 ay